昨天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日子,在昨天进行的2018林书豪明星赛发布会上,林书豪接受采访,表示如果中国篮鞋邀请,一定会考虑加入中国南篮。 而且林书豪直言的表示,如果他们邀请我加入中国南篮,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最近我和郭艾伦,周琪,比小川,丁建宇航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但我确定的是如果来写向我发出邀请,我一定会考虑,只是现在还没有任何确定的消息,显然从这句话我们便能够听得出来书豪,这无疑是在向中国南篮表达出了自己有家忙。 中国南篮的决心,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书豪是真心,但希望能够为中国南篮效力。 不过,至于书豪能不能成为中国南篮的艺人,这个我们暂且不谈,而今天小编给大家聊的是如果书豪真的加盟了中国南篮,那么中国南篮的首发阵容一定会非常强悍。 而且有了书豪的中国南篮,冲击世界八强和称霸加州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所以说今天小编旧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谈一下,如果林书豪加盟中国南篮,那么中国南篮所使用的首发阵容一定会中锋周琪,大前锋一剑连,小前锋丁燕宇航,得分后卫郭艾伦, 组组组后卫林书豪,可以说这样的一套阵容对于现在的这支中国南篮来说绝对是最完美的,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这套阵容,在书豪的加盟之后真可谓是攻防兼备,首先来说一下再进攻端的优势,再有,那书豪的加盟之后,郭艾伦将彻底被解放,再也不用考虑着如何去串联球队, 同时也再也不用为了串联球队,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进攻能力,还有就是在有了书豪之后一剑连,将不会再那么辛苦的赤球单打,因为有了书豪的串联一剑连,便能够在更容易的位置加球,以此达到更加稳定的出手机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书豪加盟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会让外线埋伏的丁燕宇航,郭艾伦, 一剑连这些有三分球能力的球员,会有更加舒适的投篮空间,所以说有了书豪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实力将会无限被放大,除了进攻端之外,但书豪来到之后防守端也会变强, 在此之前中国男篮最有效的防守屏障就是周期的斜防,周期的盖帽但是外线的防守一直是中国男篮的软肋,但是在书豪加盟之后他与郭艾伦组成的后卫线组合将会组成一个有限的防守阵容, 尤其是有了书豪的加盟之后中国男篮的外线防守将不会再是一座空甲子,而一旦有了外线的防守那么周期,在内线的防守压力也会降低许多,这样一来周期便能够把更多的体力投入到鞋房和篮板球的争抢上, 所以说有了书豪的加盟中国男篮,在防守端的实力也会加强,尤其是外线的防守更会像铁桶一般, 所以说从攻守两点我们便能够看得出来书豪对中国男篮的重要性有多大, 同时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无疑也是一个能够提升自己的最好时机, 既然书豪亲自承认,愿意愿意加盟中国男篮,那么中国男篮为何不借助这一机会,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呢,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有了书豪中国男篮便有实力恢复尔制的亚洲霸主, 同时也有实力再次重返世界前八的阵营。